为知识付费的生意都被挡在了IPO的大门之外 从最早的汉液股份收购量子云到吴小波借壳冲击IPO 再到罗振宇的罗吉思维数次冲击IPO折击 资本市场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知识付费离上台面还差几千无礼 8月2日根据深交所消息显示 由中金公司保健的思维造物已经申请撤销IPO的申请文件 这就意味着本次思维造物冲击IPO已失败告终 据悉知识罗振宇在两年内第7次冲击IPO 那么作为知识付费的代表 罗振宇的罗吉思维为什么就不能够闯关成功呢 知识付费的生意还能够活多久 实际上上市难并不是罗吉思维一家的问题 从最早的量子云开始 知识付费类以及新媒体类的公司上市均没有成功的先例 即使呢后来吴小波携手吴小波频道中期IPO时也是雷声大 一点小最终无聊了之 也就是说此类公司有天然的缺陷 这种缺陷来自于第一不确定性 吴小波曾经说过人生最美的事情就是不确定性 但是把不确定性放在生意上却是最差的生意 作为文化传媒类的公司 其风险首先来自于政策方面其次来自于自身 这两方面的不确定性对于你IPO公司而言都是最大的障碍 实际上罗吉思维作为和教培行业沾边的企业受惠于行业也是正常的 第二收入结构的单一性以及不稳定性 根据思维造物提交的招股书显示 2019年至2021年公司的营收分别为6.28亿元 6.75亿元和8.43亿元 净利润分别为1.15亿元 4,06.35万元以及1.25亿元 也就是说虽然营收在稳固的增长 但是呢净利的不确定性在增加 另外呢其招股书还显示2020年以及2021年 罗志宇和罗志宇李天田作为主讲人提供的主要课程收入 分别为3426.92万元和8374.24万元 占线上知识服务收入的7.62% 7.63%和15.52% 个人IP化虽然是公司的收入重要来源之一 但是呢也是最大的风险之一 第三未来的可持续性问题 作为线上知识的服务商 从2015年开始售卖课证以及卖书的方式就被大众认可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众对知识付费的认可度却开始出现了松动 思维造物的招股出显示2019年至2021年 公司的前十大课程中非自研课程 周路占线上知识服务收入比例分别为22.16% 17.14%和10.78% 降幅非常明显 所以预见的是随着未来用户对知识付费态度的变化 该反快的收入会迅速的下降 第四各IP化的问题 逻辑思维之所以能够做这么大 和逻辑与本人有着分开的关系 作为公司最大的IP 在公司起步阶段 他本人可以为公司带来巨大的流量以及收入 但是随着公司的正规化进入IPO阶段 那么和个人的绑定太紧一定是一个悲剧 这种例子常敬离影视类的公司 因为一人翻车的公司并不在少数 总而言 我认为知识付费已经到了红利的维生 其未来的持续性存疑 且在提交招股书时 其业务模式风险 合规性 供应关系都是被问询的重要问题 而这些问题 思维造物实际上开展业务还是有争议的 众所周知 罗振宇也曾发夏洪院 要做20届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 该演讲前几年为罗振宇以及思维造物带来了大量的人气以及口碑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干货越来越少 广告越来越多 以及判断失误等原因 让罗振宇的口碑出现了大幅的下滑 做时间的朋友 然后一起和时间赚朋友的钱 随着思维造物多次冲击IPO的失败 罗振宇最好的时光可能就要过去了